英国签证数据 英国内政部于当地时间11月23日 发布了2023年第三季度的签证数据报告 下次的更新时间为2024年2月29日 英国公签 2023年第三季度官方数据 总递交数据 2023年第三季度 工作签证申请量为18924人递交 中国递交数量 中国大陆递交623人 以上一季度的递交量424人增长47% 中国申请者获批数量 2023年第三季度 中国大陆获批642人 以上一季度的获批量370人增长74% 注意以上数据 英内政部当季度未处理完的案件 会自动转移到下个季度 因此当季度的数据 会含有上个季度一留下来的案件 本周英内政大臣宣布新措施 一、提高工签最低工资 原工签所需工资年薪为26200英镑 新政将提高至38700英镑 二、提高家属类签证资金要求 原家属签证的资金要求是18600英镑 新政资金要求为38700英镑 三、医护工签不能带家属 原医护工签可自由带家属 新政医护工签不能带任何家属 以上新政预计2024年春季实行申请需抓紧时机 通过本次内政大臣的直播 相信此次新政主要因为 一、受护理行业影响 英国护理卫生部门严重依赖外来人口 二、政府认为在移民政策上存在重大失败 三、受抚养人数急剧上涨 四、英国移民2022创新高 移民创新高让英国政府陷入巨大压力之中 在可预见的将来政策还将再度收紧 所以提醒英国签证的申请人不仅要提早规划申请 更要关注资讯 及早完成递交 而不是待政策收紧 选择变少 甚至无合适路径时才要会莫及 英国工作签证 申请条件 主申请人年龄18周岁至65周岁 语言能力证明 无费结合 项目优势 申请材料简单 三到六个月可登陆英国 配偶在英国可工作可学习 子女享受英国顶尖教育 陪读签证替代方案 共同陪伴子女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